把不甘心洗脸上的明星 妮妮和刘诗诗牵手走红毯 妙人看似情通姐妹 妮妮身穿抹胸紧身裙见嫌好身材 直接咽压刘诗诗诗 但她身高170却踩着恨天高 让刘诗诗秒变小矮人 只见妮妮转头看向刘诗诗 刘诗诗直接扭头完全不给对视机会 周也独自在台上摆造型 胡连心自信走过来打扰了兴致 生怕对方把自己比下去 只见她脸色立马变了 立刻抬头挺胸 宫斗海热闹 三十二一句组左红毯时 江树颖从入场就我心我素 完全不顾毛小童和童谣 全程面无表情 就连拍照的时候都毫不避讳 大概是因为不是C位 心里有些不爽 网友表示这种场合拉脸 有些不合适吧 周冬宇和马思纯上台领奖 两人台下如同好姐妹 没想到周冬宇上台发言时 却对马思纯冷藏热讽 应该是对马思纯得赞有些不满 马思纯没听出话里有话 网友直呼还是太单纯啊 肖战和张博之同框表演 观众起哄要求比心 肖战大方做出手势 张博之一领领一领不愿配合 肖战耐心指导 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肖战虽然不甘心 那也只能无奈一千就姐姐了